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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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喜爱业余无线电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翟太长的电台室 我是本期的操作员9B1HY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我们的业余卫星通信系列视频 上一期视频里呢 给大家介绍了业余卫星的转发器 总共有三种 分别是FM线性以及数据 同时给大家列了一个列表 大概有这样二十几颗左右的卫星 现在的转发器可以供大家使用 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跃跃欲试 想把这些卫星全都用一遍 但是呢 有一颗想要通联的心是好的 如果没有适合通联的设备 我们一样是没有办法做到通联的 我们玩无线电 就一定要有合适的设备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有顾虑 比如说这些设备是不是要很高级 很贵 需要很多的知识才能用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台长呢 今天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卫星的地面站 需要的基本结构 并且呢 从不同的级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面站 适合的推荐的装备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地面站的基本结构 我们对于卫星通信来讲 所有我们在地面上的 这个发射和接收的站 都统称叫地面站 在卫星上的叫做空间站 地面站的基本结构呢 其实和我们普通的结构差不多 只不过还多了一些软件的需求 对于硬件的需求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天线 这个天线呢 可以是手持的天线 小型的可以手持 大型一点的呢 需要固定在楼顶 或者是固定在铁塔上 同时有一些天线 是固定不动的 有一些天线 是需要带旋转器的 接下来我们讲溃线 那么溃线是什么呢 溃线就是和天线 这个 以电台相连之间的 这个系统 统称为溃线 这个溃线系统 包括线缆 以及前置放大器 这个前置放大器呢 是用作接收微弱信号 并且呢 过滤到一些噪声 可以把一些微弱的信号 进行放大的 这样一个设置设备 线缆呢 是这个传输 我们无线电信号的 这样一个必备的东西 那么对于线缆 和前置放大器呢 我们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在这里 我们只是要讲一下 它大概需要 什么类型的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讲电台 电台就是我们 所谓的无线电收发信机 也可以是我们的 软件定义 无线电SDR 它电脑上的SDR 也是可以的 仅做接收用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 这些就是软件需求了 软件需求 首先我们需要 有一个卫星追踪软件 卫星追踪软件的作用呢 就是将 这个卫星的星力 转换成这个卫星 合适的轨道 并且展现给大家 展现给用户 然后同时呢 把卫星的位置信息 转换成这个地面站 对卫星的这个方位 及仰角信息 这个追踪软件 是很有用的 没有追踪软件 是很难追踪到 一颗卫星的 这个软件可以是 手机的APP 也可以是电脑上的 那么台长在手机上 所用的APP呢 叫做Heavens Above 同时手机上 还有像Satellite Tracker 这些APP 都是可以使用的 电脑上呢 像台长现在在用的 Obitron 还有G-Predict 这两个软件 都是比较实用的 比较稳定的系统 同时呢 Hime Radio Galaxy 也提供一个 卫星追踪的软件 那个软件 非常的实用 只不过是收费的 同时还有一些 业余无线能爱好者 自己制作的 这些软件 这个台长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 一一的推荐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爱好者们 自己制作的 这样的一些软件 简单方便 非常的好用 台长也是十分的推荐 最后呢 我们要讲 这个数据模式的 解码软件 如果使用数据模式 或者是 接收姚测 发送指令 我们需要特定的软件 来进行一些工作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会在接下来 给大家讲到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无线电器 这个通信系统呢 这个包括了 这个天线 溃线 以及电台 那么对于电台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 溃线可能也用的 比较多了 但是天线 我们需要特地的说一下 这个卫星的天线 和我们普通的手台 用天线 其实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普通的手台 这是我的FT60 但是我的FT60呢 如果要是用它 来做这个卫星通联 靠这根边状天线 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们平时在用手台的时候 都是这样立着 对不对 都是这样立着的 这样立着 就产生一个麻烦的地方 我们的这个边状天线 直立上来 我们 大家如果学过一些电磁学 或者是 就是说稍微对于天线的 传播有所了解的话 都知道 这个电磁波的传播方向 是这样水平的 它会朝各个方向 就是这样散开的 各个方向散开的 所以说呢 它在周围的这样一个圆形 这样一个圆形上面 每一个方向 它的传播都是一样的 它的增益都是一样的 它水平方向增益是相同的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卫星是从头顶过去的 卫星从头顶过去 卫星从头顶过去的话呢 这个天线呢 直着往上 它其实并没有增益的 而且直着往上 这个信号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传播 没有出去的 所以说呢 这个天线呢 在阳角 有一定阳角的情况下 它的增益非常的低 非常不适合卫星通信 除非说 把手台横过来 卫星横过来 但是这样的话 又会造成另外的困扰 总的来说 我们手台自带的 这个边状天线 以及我们普通的一些 垂直天线 包括像JPOL这样的 适合这个本地中继 或者是本地VHF UHF通联的这些天线 我们并不推荐 但是其实可以使用 但是不推荐 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 我们推荐的是这个 全向天线 如果使用全向天线 它不仅要在水平方向 有增益 同时它需要有一定的阳角 它需要把我们的这个 传播方向 有一定的阳角 把它立起来 这样的话 才可以让这个天线 有一定的 这个 高度上的增益 才可以进行一些 卫星上的通联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 其实很简单 我用这本书 来作为一个例子 这本书 假设它是一个金属的面 它是一个金属的反射面 也可以是一个金属网 也可以是几根阵子 形成的反射面 把这个天线立在上面 这样的话 这根天线 不仅它具有这个水平方向的 它具有水平方向的辐射 全方向的辐射 同时 这根天线 它在水平方向 它在垂直方向 因为有了这个反射面 所以它的信号 会向上传播 它的阳角 可能会从10度20度 变到30度40度左右 这个阳角呢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对于卫星如果不垂直过顶的话 基本上我们通联卫星 是可能达到一定的增益的 好的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全向天线 全向天线呢 就是在水平方向 各个方向的增益相同的 那么接下来介绍几种 这个有着卫星通联基础的 这样一些全向天线 首先一个天线叫做打蛋器天线 打蛋器天线呢 长的样子 它很像一个打蛋器 因为它的顶上呢 是这样若干个这个 若干个这个叫做什么 圆形的镇子 圆形的有圆镇子 这个圆形的镇子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圆的 然后呢 它呈角度排列 同时呢 进行一些这个功率的分配 相位的分配 这样它可以形成一个全向的传播 同时在它的下面 用这个 用这个 就是用普通的 我们的直的这个镇子 做几根这样的一个反射面 让它的这个仰角提高 这就是基本的打蛋器天线 旋转门天线呢 其实也很简单 旋转门天线 顶上是一个方形的 顶上可有的 有的是使用方形的 也有的是使用这个 就是直的 大概就像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两根镇子 两根镇子形成90度 就这样形成90度 两根镇子90度 然后呢 这两根镇子都溃电 也是进行一个 向位的90度的移动 然后呢形成一个 全方向的辐射 同时呢 在它的下面 加一个面 在它下面加一个面 然后呢 就可以形成反射面 灵灯不列天线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灵灯不列天线 它的这个制作和这个 它的这个 如何进行溃电 如何进行这个 向位分配 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我们在这里 不多做讨论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 网上搜索一下 灵灯不列天线 看看它的设计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最后 我们讲四B螺旋天线 四B螺旋天线呢 是一种 普遍上来讲 做全向天线 一般来说 使用人数最多的 因为四B螺旋天线呢 可以从UHF到VHF 到微波 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四B螺旋天线呢 用的其实是 两两大个这个阵子 它两个阵子呢 也是90度的向位移动 向位偏移 然后呢 同时呢 它是以螺旋状上去 然后呢 同时反射 到反射阵子之后 再以螺旋状下来 形成这样一个 四B螺旋的结构 这个四B螺旋结构 我在这里用语言 可能讲不太清楚 可能讲不太清楚 所以说 大家还是尽量上网 去搜一下示意图 我们讲过的所有天线 网上应该都有示意图 也都有一些 这个规格 详细的规格 大家如果想要去做的话 可以去网上去查一下 相应的做法 刚才介绍这四种 是我们的全向天线 接收一些 卫星的窑测数据 然后接收一些 气象卫星的云图 等等 这些功能 用这些全向天线 基本上都是可以 达成的 那么我们讲完了 全向天线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 指向天线 什么叫指向天线 刚才我们说了 全向天线 它的四周都有方位 但是指向天线不一样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天线 指向的是这边 那么我的增翼 朝着这个方向 朝着这个方向的增翼 一定是最大的 一定是最大的 其他的方向 增翼都没有这个方向大 所以说 如果卫星过顶 我们用这个东西 就这样一直指着卫星 一路指着卫星 这样的话 可以达到我们天线的 最大的增翼方向 指着卫星 我们天线的最大辐射 也都冲着卫星 确保这个同样的功率下 卫星的效率 可以利用到最大化 这就是指向天线的作用 那么常用的指向天线 就是八目 我们的八目天线 从短波到VHF 到微波都有使用 对于我们初学的卫星来讲 初学卫星的爱好者来讲 八目天线 可能是平行 也可以是交叉的 我们可能就不太多做解释了 因为平行和交叉 它的相位不太一样 同时 它的天线的阻抗匹配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会有两种形状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讲螺旋天线 螺旋天线 比八目天线好在哪呢 就是到了微波波段的时候 波长越来越短 然后呢 阵子和阵子之间 距离越来越近 所以说八目天线的制作 变得困难了 螺旋天线依然是可以 很好的运作的 螺旋天线很简单 一个阵子螺旋形的上去 底下有一个反射面 然后上面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去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下面一个是喇叭天线 喇叭天线也是运用于 微波上比较多 可以是这个大一点的 也可以小一点的 这种喇叭天线呢 制作方法比较复杂 在这里不多做解释 最后一个讲叠形天线 叠形天线就是我们 所称的抛屋面天线 也就是我们所出生的 卫星锅 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地区 他们就是屋顶上 有接收卫星电视 用的那种大锅 那就是一种典型的 抛屋面天线 抛屋面天线 就是用利用一个抛屋面 来作为整个的信号反射面 然后同时用一个溃源 来做发射和接收 那么叠形天线也分很多种 比如说这个抛屋面 有完整的抛屋面 也有指骨架型的抛屋面 这个作为反射面 然后呢 它的溃源呢 有正溃电和正溃源 和偏溃源 有各种各样的区分 在这里我们也不多做解释 如果大家对任何一种 天线感兴趣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 在这里只是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刚才呢 花了很长的时间 把天线讲了清楚了 因为天线是一个电台里面 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如何把有用的 我们要如何把有用的信号 转换成无线电波 发射出去 都要靠天线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把刚才我们说的 地面站的基本上的几个结构 作为一个套装给大家 因为呢 不同的爱好者 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目标 也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财力 物力和这个时间 所以说呢 台长我在这里 给大家三套建议 这三套方案 分别是不同的级别的地面站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来选择一套 适合你自己的地面站配置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初学者入门 需要的入门级地面站 都需要什么内容 首先需要一个手持八目 手持八目应该是最基本的套装 我们尽量不要使用这个边状天线 或者是垂直天线 因为这样的话增益不是特别好 如果用八目天线 我们可以有很高的指向性增益 同周线缆呢 选用最普通的同周线缆 比如说RG58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用手台 这样的手台 连一个RG58的线缆 连到手持八目 就可以组成一个最基本的地面站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 卫星追踪的APP 刚才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有很多APP 我们需要手动调整天线的方向 因为呢 卫星在天上是不断移动的 所以说我们要手动调整 这个天线的方向 同时呢 卫星的频率有多谱的偏移 之前也讲过 这个卫星的频率会进行多谱的偏移 移动比较快 所以说呢 这个频率的调整 我们需要手动来调 那么最后呢 我们讲这套系统可以干什么 这套系统呢 和台长我自己的系统是一样的 可以通连所有的FM卫星 同时接收卫星上的一些语音信标 以及其他的一些信号 那么对于像卫星云图 或者是像慢扫描电视 像谣策这样的东西 我们没有额外的软件协助 是不可能解码的 但是我们可以接收 我们可以接收到这个信号的存在 这就是入门级 背星地面站的一些基础设备 初学者建议大家 从这套设备来开始进行 那么我们说 如果您不是一个初学者 如果您是一个 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的 想要升级自己的设备的 那么台长给您一套建议 进阶级的地面站 首先这套地面站呢 我们还是需要用八目天线 但是我们UV双段的八目天线 可能需要长一点 大一点 架在屋顶上 用旋转器 用旋转器来控制 UV两个八目 可以不放在一根主梁上 可以是分开两根主梁 甚至如果有条件 可以做八目阵列 我们的溃线呢 也要尽量多选择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的 这个天线架在屋顶上 我们的溃线长度要比较长 损耗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尽量挑选 高级一点的低损耗的溃线 同时呢在卫星的发射处 加装前置放大器 以放大微弱信号 然后同时我们的电台呢 因为我们的电台 也需要高级一点 我们需要带有VHF UHF的全模式固定电台 可以是固定 也可以是车台 比如说像FD817 857 iCom的这个76008 好像是 大概就这种类型的电台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 同时我们需要有一个电脑控制追踪的频率调整 我们需要用电脑来控制整个电台 控制电台的频率调整 控制这个旋转器的方向调整 整个完整的系统 我们从手动变到了自动 这是一大进步 如果用这套近阶级的地面站 我们可以通连所有的低轨道业余卫星 同时接收并且解码摇测信号 发射这个控制的指令 事实上来讲这套设备基本上就是一个地面站 大多数的地面站都是有这样一套设备的 包括一些业余卫星的制作团队 以及一些开发团队 一些高校 一些学校 制作卫星的学校 他们都是在使用的这样一套设备的地面站 这套地面站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讲的全模式电台 就包括了FM、CW、SSB 可以通连各种各样的模式 并且接收解码这些东西 那么刚才我说了 我们要介绍三种这个级别的地面站 那么我们进阶级已经基本上涵盖了 世界上所有的地面站的这个配置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如果您真的非常喜爱业余卫星 或者是您真的有这个物力 有这个财力 来去支撑一套更高级的系统 或者说您就是一个骨灰级的业余卫星玩家 那么接下来这套设备就是给您预备的 骨灰级的地面站 我们需要的什么样的天线呢 这个天线可能就是大型的抛物面天线 或者是巴木阵列 然后我们的天溃系统 包括溃线前置放大器 以及其他的天溃系统 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损耗计算的 其中溃线的单位长度损耗是多少米 它放在多少频率上 然后我们的溃线有多长 前置放大器的增益有多少 我们的天线增益有多少 空间损耗有多少 一定要严格的计算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套 这个增益的计算设计算系统 那么我们的收发信机呢 可能也不是我们普通的市面上的商品收发信机 可能是特制的 工作在微波 或者工作在特定频段的一些收发信机 同时如果功率不够 可能会有外置的供放 它会有外置的供放 提高更高的频率来进行发射指令 整个这套设备应该是非常高级 可以说应该是定做量身定做的 那么完全的电脑控制 这个和之前进阶级的是一样的 这套设备可以通连不光是低轨道 高轨道 以及我们的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 包括我们的EME地月通信 这个通信都是有可能的 这套设备如果真的传下来了 那么我敢说你绝对是一个骨灰级的业余卫星玩家 至少在设备上基本上是领先了全世界90%多的业余卫星玩家 这套设备可以说是所有这个火腿 所有卫星火腿啊 做梦可以梦到的这样一套设备 那么刚才台长讲了一个入门级 讲了一个进阶级 讲了一个骨灰级的地面站 相信大家可能对这个地面站都需要什么配置 有着这个了解了 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选购自己所需要的这个设备 然后呢如果大家对于选购这个设备有什么疑问 可能可以欢迎大家这个通过私信或者留言的方式来联系我 台长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然后呢如果大家对自己要买什么设备 或者买到这个设备不知道怎么用 也欢迎大家留言 这个之前跟大家聊了一些天线 大家可能有兴趣的话 去尽量的去学习一下这个天线 大概他的传播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天线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台长可能会在以后的视频里专门拿出一些视频来做这个天线 专门来讲一下天线 也专门来讲一下这个溃键 天溃系统 这些东西呢都是值得大家继续去努力研究的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讲了一下设备 下一期视频我们就来讲操作员 我们要讲一下操作员这个怎么样去进行通联 我们的操作员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个这期视频也做了挺长的了 希望大家呢看到这期视频有所收获 有所学习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七十三 拜拜 拜拜